期盼已久的印花税真的降了 而且大股东减持也控制了 今天是年发两套组合权 这是相当给力啊 就在刚刚财政部发布 为活跃资本市场提升投资的信心 自8月28号起 证券印花税实施减半征收 这相当于原来国家一年能征收2000亿的税 现在直接让利1000亿 然后呢大股东减持也开始从严控制了 券链呢都在发每次将印花税之后 搭谈扶摇直散的统计数据 但是我觉得这次还真不一样 有两个关键点 首先呢关于这个消息 外媒可是在上周五盘后就出来了 提前已经有了预期 而我们呢足足晚了两天才官宣 这点我有点不明白啊 有没有知道的朋友来解释解释 为什么每次有什么消息都是外媒先知道 再一个呢关于高层的政策 其实是套组合权 先是降低印花税 未来是不是可以延长交易时间 如果真的延长交易时间了 那其实总体来说是会达到一个平衡的 当下市场的关键呢是 大家对市场有信心 愿意进来市场的赚钱效应才能起来 才能真正的活跃市场 所以总体来评价这个所谓的利好 我觉得出发点是很给力的 也显示了咱们管理层守护3000点的决心 但是也没有太太太超预期 总体来说呢只会是一只强行针 还不能完全解决深层次的问题 不过大家期待的反弹基本没什么悬念了 但具体的反弹高度还得看大资金认不认可 如果未来紧接着社保和保险资金都能进场 那反弹高度一定可期